苹果公司iPad在中国大陆的商标恐怕不保了 在中国大陆惹上iPad商标侵权官司的苹果 在一审败诉之后 苹果和深圳为贯公司 关于iPad商标的争夺战越演越烈 一旦苹果再次败诉 iPad这个享誉国际的名字在中国大陆就要改名了 许多苹果粉丝也对此表达担心 请看我们来自纽约的报道 苹果一旦在29日终审败诉 除了面临商标侵权赔偿外 还可能面临巨额罚款 要么接受巨额赔偿 要么为iPad改名 在三月初发布新一代的iPad之际 苹果面临两难处境 苹果公司iPad在中国大陆的商标侵权官司 目前是越演越烈 更多的苹果迷担心 苹果一旦输掉官司 iPad要改成什么名字 因为从英文字母APad到ZPad 在中国都已经被人抢先注册了 最好不要改 因为这个毕竟是他的自己的品牌吧 那银牌怎么可以改呢 改了就失去了很多东西了 苹果高层他们应该也不会愿意说 在中国大陆 放弃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但是如果在中国大陆又要面临到 改他们的商标或者名字的话 这个可能他们也不愿意非常乐见到的 所以说我想应该会取得一个平衡点吧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苹果还是维持它原有的风格 目前维冠深圳在获得了iPad商标案 一审的胜利后 开始向各地工商举施压 试图影响iPad销售 也有人认为既然这样 iPad干脆就改名字吧 相较于苹果的处境 Facebook脸书看来是有先见之明 脸书之前急忙在中国大陆 注册了包括Facebook和脸书 在内的61个商标 打算把Facebook有关的所有潜在商标 一网打击 为今后进居中国大陆市场 发生商标抢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新唐人记者周祈飞 李和平纽约报道